今天要上場的這位看外貌 你可能看不出來 但是其實也是一位 參加了5G脫口秀大會的老朋友 掌聲歡迎江子浩 我復活江子浩 我很欣賞子浩那個 陽光活力 他那稿子本身又很好 他又沒有任何抱怨的感覺 就乾乾淨淨講完 帥帥氣氣地下去 那我就特別想再給他一次機會 既然得到了彈總給我這個復活的機會 我肯定不讓他失望 有威懾力了你們這一組 有威懾力了 許之勝和小路 感覺那一組那兩個名額 已經被他們預定了 我必須得把我最好的東西演到也是最好 才能跟他一拼 大家好,我叫子浩 來,你們這件 你現在好玩子浩 這次也嘗試了以前沒有過的一個方向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行 反正就是整備,破破珍州 我覺得現在這篇稿子 是我這一個月來能寫出來的最好的東西了 就是又有點開心又有點擔心 我看了子浩的表演了 我覺得會兩極分化 要麼特別好,要麼特別差 不存在中間的可能 我覺得子浩壓力挺大的 然後小路只要把狀態調整好 應該問題不大 不知道子浩這次會用什麼內容來比 我感覺子浩這次準備得很好 但是因為是四進二嘛 所以這組已經挺激烈的 我必須得鼓勵一下自己爆發一下 能跟他們搏一搏 小子浩,你是最棒的 你可以 終於來個雷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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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大家好,我是子浩 很開心啊 終於進第二輪了 你們也知道我是被復活回來的 然後你知道復活之前 我還在那個淘汰間裡面 那肆意地跟其他選手埋太這個節目 我說這個節目真垃圾啊 那是他們啥也不懂啊 隨便幾個燈就否定我們一年的努力 然後李旦宣布我要復活 江子浩我說 但這個節目還是有到可取之處 這個李旦搞不好還懂一眼脫口秀呢啊 看來還挺會做節目的 這是我第五年參加節目了 大家知道這個節目最殘困在於什麼地方嗎 就是很多我們這幫演員一整年也就上這麼一個偷口秀類型的節目 你在這裡表現不好就會給觀眾留下一個一整年不好的印象 對吧 我去年就是這樣 人家看到我就會說啊 你知道他嗎 誰呀 就那個偷口秀大會第一輪被淘汰那個 啊 你看的是哪一季啊 每一季 真的說真的 我有一個事情我想說很久了真的很煩的就是 這個節目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每年都會有那麼幾個第一次參加就很優秀 很成功的新人 然後二十幾歲啊 年少得志 掙大錢 他們的出現搞得現在很多人覺得 我混得很差很失敗 其實我只是平凡而已 大家要知道一個二十幾歲在一箱打拼的年輕人 平凡和普通是常態 成名和報復是變態 他們都是變態的 有問題了是他們好嗎 真的 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幸運可以年少得志的 而且該說不說 你們以為年少得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嗎 年紀輕輕直接得志是很容易出大問題的 你們看那些因為太紅了最後不甘的明星還少嗎 你看那誰 那誰 還有那誰 當年 他們哪一個人的名字說出來不是響噹噹的 而現在 我甚至都不能在這裡說他們的名字啊 你看有名的人就是離譜的 不用我說名字你們真的都知道是誰了是吧 你看我就不一樣 我的名字就可以大聲隨便說 我叫江子浩 但是誰又在乎呢 沒有人在乎 真的很多人還問我 他說子浩你怎麼這麼堅強 我這不是堅強 這是正常 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正常就是應該像我這樣的了 哪有這麼多錢的 我們的生活都是想吃的好一點就住的差一點 想住的好一點就吃的差一點 拆東墻補西墻吧 還有一種人比較幸運啊 不用拆過來補過去的 因為他老家的房子啊 四面墻都拆了 要他房就他這種房知道了嗎 那誰 所以我這樣的人我真的很難理解那些年少得志的人的生活了 他們租個房子啊 也非得租那種酒店式公寓 還要有24小時的中央空調 幹嘛 你的青春這麼燥熱的嗎 啊 二十幾歲的人 不可以開風扇的嗎 風扇也很涼快了 好多好不夠的話 你睡涼席啊 你風扇開三檔睡在涼席吹一晚上 也會感冒的 坐飛機也是 非得坐頭等艙商務艙 二十幾歲的人 不可以坐經濟艙的嗎 經濟艙也能到達目的地的 登機遲到晚也會有往後找我的 你說頭等艙到底有什麼了不起的 你告訴我 啊 頭等艙那個氧氣面罩 是可以吸走經濟艙的氧氣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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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了 我是想问 头等舱是不是有个按钮 按下去可以让经济舱颠簸一点 不是吧 没有头等舱 无非就是多给你一双一次性拖鞋 这种东西你自己带不就好了吗 所有宾馆都有的 而且都是可以免费随便拿的这种东西 随便拿的 就拿出来一直上去 还可以再倒计了 至少也要跟小鹿一贴了 我要跟小鹿一贴了 太猛了这个 我知道 我知道你们现在很多人心里面觉得 你们觉得我这个人已经疯了啊 觉得我身心病是吧 你们觉得我就是嫉妒他们 对啊 我就是嫉妒他们啊 二十几岁的人就是会嫉妒别人的了 很正常的好吗 谢谢大家 这口机编了四年 这口机编了四年 终于编出来了 这四双 这两双拖鞋 绝对是 我本身晕了 我太炸了 来来来来 这是一个好道具 非常棒 是 二十出头 年少成名的 就是他 你一直都在攻击他 二十出头 年少成名的人 也没做错什么 你伤害了我 还一笑而过 人家说了吗 人家就是嫉妒啊 就是嫉妒啊 我就是嫉妒 我都不知道还可以带道具的 然后他拿着拖鞋带 哇塞 这惊到我 你是从哪 你是从哪去的 兜里啊 那不是 我要说 其实子浩 今天的子浩 跟以前的江子浩 完全不一样 是吗 完全不一样 甚至比第一个人 又更好吧 是 谢谢子浩 四个拍单 进入等候选 感谢观看